出一母的双胞胎在一起双修上百年 他们一个是救济苍生的一线 一个是毒尽天下的毒魔 因此也明争暗斗了百年之久 但因为一个男孩让他们停止了内斗 毒魔将男孩锁到毒胎里浸泡一年 让每一只毒虫钻进男孩的身体 一线则是打开男孩的所有身门 再利用一线中给其治疗 二老见男童这样都不死 便决定收为弟子传授道理 就这样将男童折磨了数十年 直至男孩长大成人 学会了左手用一右手用 这天男人突然说要下山去看看 毒老魔瞬间就明白了男人的心思 原来男人五岁时爹娘就被杀害 是一个名为剑舞般的组织收留了男人 并让男人感到了降温满 而男人这次下山是准备有恩保恩有仇报仇 毒老魔文言轻笑一声 为师说过你的武功还没学完 就凭现在的你还想报仇 可男人却说身为毒魔和异贤的弟子 怎么会有不长眼的人来惹我 毒老魔听后很是欣慰 毕竟自己前一生恶名昭主 谁见了都得必要准分 二老知道而大不中流便决定尊重他的选择 随后毒魔将用了一辈子的武器丢到桌子上 男人顿时一惊 这把双月刀已经算是身份的象征了 随后立马谢绝师父的好意 可毒魔却说不拿不能下山 逗了一辈子的疑心不甘落后 送出武器榜第三的白玉山 随后一阵苦口婆心的劝告男人 下山后要么威震四方要么乐伦招主 男人随后拜别二位使主 下山后男人却发现每个地方都变了痒 以前的剑舞班如今却变成了月夜楼 周围商贩都纷纷变了样 只剩下后面的客栈还是以前的样子 于是男人准备去打听一下如今的情况 本是吵闹的酒店 在开门后瞬间变得暗紧 里面的客人纷纷冰着门口的男人 面对充满敌意的眼神 男人并未领悟 只是找了个角落坐下休息 周围的大汉们瞬间起身 变小二这时来询问需要点什么 男人一眼就发现这是以前的好友道坤 可看他这样子应该是没怨出自己 道坤看一身黑衣打扮的男人 他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 下一秒另一桌的大汉忍无可忍地骂道 在这里黑色代表挑衅蔑视 你应该知道吧 男人从山上下来一时忘了这个规矩 于是解释到我自由离开这个地方 如今回来一时忘了规矩 还请见谅 地旁的白发顿时来了兴趣 便询问家中了 男人指了指对面的月夜楼 大汉冷笑一声原来是青楼出身 男人心中的怒火瞬间到达顶点 之后便邀请大汉来喝一杯 顺便直接毒死这个自大的人 大汉虽然心里犯低谷 但江湖上有人请吃酒 那有不去的道理 随后拿起自己配件钱去赴约 并将武器放到了最显眼的地方 见男人看见武器命不该死 大汉便对这小子也无忌惮 而且还身着代表蔑视的一些黑衣 随后二人攀谈了一些 得知大汉也知道剑舞班的事情 男人发出疑问剑舞班不是这里的招聘吗 为何现在却变成了月夜楼 大汉怒道都是灰雪门做的 剑舞班向来是以美貌闻名天下 灰雪门的首领得知后伸出了魔爪 剑舞们众人殊死抵抗 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灰雪门的掌门把垂涎已久的女人们金属收走 现在是死是活已经不知道了 男人神情猛地一遍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 混替江湖许久的大汉知道这个男人现在非常危险 便想尽快离开此地 就在起身的瞬间男人冷声站住 冰冷地问道你也是灰雪门的人吗 大汉察觉到死亡的气息 连忙否认我们都是正经人 这时身后的蓝衣突然起身 尖笑地说自己知道更多剑舞般的事情 大汉意识到事情不妙 转头大骂狗杂种还不闭嘴 男人紧盯蓝衣一字字地问道你认识杜香吗 蓝衣表示杜香那小凉皮我们兄弟早把他藏起来了 不过长得不如掌门带回去的那些 大汉此时有一种生死存亡的感觉 下一秒两道破空声在耳边响起 再看身后的二人纷纷倒飞出去 转头望去到底的二人头上全部插着根木筷子 而这速度也只是到了杯酒的时间 大汉突然感觉到一阵热流 往下看去一把烈刃已然将自己捅穿 事后男人换上一身白袍 来到了灰血门索罢站的地方 男人跟随进入楼内部 阵阵优美的音乐旋律充斥着一切 演舞台上也时不时地发出兵器的膨撞声 随着音乐逐渐遍红衣女子一件挥出 直终用来固定了蝴蝶结 蓝衣女子的衣物顿时四散开来 这是引来台下的一阵叫好声 可这件舞在男人眼里纯纯是垃圾 楼上的一道身影瞬间吸引到男人 电小二转头望去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公子你不要看了那是这里的楼主 听说他可以把老虎的脖子给拧断呀 男人并未理会电小二的叫喊 而是转身往上走去 走到楼梯口时被人拦住叫停 男人表达想见楼主的想法 可却被告知没有轻铁见不了 随后一阵小争吵将楼主的护发引来 看男人这一点心高气声的样子 护发顿时不爽直接让男人滚回家里去 可男人却冷静说你酸个什么东西 让你们楼主出来说话 楼主脸色一黑 他断定这个男人带来头 之后便让护发将男人带到房间内 即使有在大的不情愿护发还是给男人带来 不一会便将男人带到了楼主的闺房 此时房间内已经摆好酒肉饭菜 并有两名剑女在旁坐伴 男人从容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这一举动显然是有点惹目楼主 不过现在还对男人来历和靠山不明 便决定先打探一下来历 两人将上好的公平约也紧一而尽 在喝酒时楼主就知道了男人是个白痴 只因男人毫无防备地喝下陌生人的酒 其实男人在拿到酒杯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酒里充满了毒素 可他从小被师父练成万毒不清 怎会怕这点东西 楼主呲牙一笑这就怎么样 男人轻笑一声再来一杯 再到酒的间隙楼主问道你找我有何事 男人表示在你问我何事之前 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下毒吧 楼主没想到这无色无味的毒 怎么会被这小子发现 不过他并没准备解释而是大笑起来 一个将死之人何必知道这么多 不过你要是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可以把解药给你 男人没忍住笑出了声 解药就不必了 把你的人偷给我吧 这时众多打手猛然倒地病后毒 为首的大汉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下一秒口唇麻木逐渐失去意识 此时身体忽然僵硬直接倒地 这时大汉才知道自己身中剧毒 周围倒地的手下已经全部僵硬 男人只是冷眼观看眼前的一切 随后拿出师父赠送的白玉衫 看着倒地的众人露出一谋邪笑 十分钟后男人收起折扇走向大汉 大汉此时浑身颤抖眼睛不满血色 看大汉这样男人凑近一些说道 险下毒的是你 被我抓到了那你必须死 大汉惊恐地喊道你杀了我灰雪文会灭你满了 男人再次听到灰雪文这个名字 以前收留自己的剑舞班就是被他们灭了 大汉见男人有所持一遍 迅速说这里也是灰雪文的产 你把解药给我 我让灰雪文饶你灭 男人冷声到咸乐剑舞班 此话一出大汗顿时一惊 满头的疑问充斥着大脑 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剑舞班 而男人背后的护法艰难的起身 想趁男人没注意自己直接一件毙命 下一秒护法用尽全身力气冲向男人 一阵破裂身后护法却倒飞出去 看着男人手握刀柄没有任何动作 而自己又被真的手臂生涛 护法这才明白 不是男人没注意到我 而是根本不拿我到回事 男人转身警告护法 再感动一下我让你伸手分离 趁男人转身说话的时机 大汗在怀中掏出把利人 下一秒直接刺向男人 男人的长衫被剑起吹起 露出双月刀 一道红光以极快的速度 直中大汗要喊 大汗顿之口吻鲜血 但一顿刺耳的尖叫声中 变成了两关 而男人做完这一切还不到一秒钟 随后转头看向护法 护法此时抱着必死的心 已经完全没有抵抗的心情了 男人随后做到代表身份的长椅上 月夜楼以后有我掌控 但是我需要你的辅佐 护法颤威地询问要怎么做 而男人却让护法闭嘴 一切按我吩咐办事 护法紧张地咽了口眼泪 接着表示一定效忠你 男人却说你刺杀我 这是不能轻易结束 紧接并在长袍内翻找什么 随后掏出个蓝色药丸丢给护法 护法拿到手里瞬间感受到刺痛 询问男人这是什么 而男人毫不犹豫地说是毒药 护法没想到男人会这么直接 可自己不知肯定立马会死在这 最终还是一口吞下 男人询问灰血门多久会知道这里的变故 只需三天消息便会传过去 男人让护法将月夜楼的所有人召集起来 自己已经有了想法要玩点大的 随后宣布到两天后这里会有一场厮杀 走的人肯打走以前二十倍的工资 留下的人我定会保你们安全 话落台下顿时一阵吵闹 不过几分钟后就都纷纷收拾包裹离开 他们才不信男人能和灰血门对抗 灰血门可是掌控十家春花楼七家五管 仅仅听他们号令的兵力都有百余 男人此时也有点心虚 毕竟双拳男敌四手更何况这么多手 思考片刻后顿时有了注意 只要解决几个头目就行了 就像夺取月夜楼这样 护法则是感觉男人太冒水了 灰血门的重头目可都是身怀绝技 再这样下去恐怕自己也会受牵连 现在只能尽快找到解药然后逃跑 这时男人让护法也尽快离开死地 护法没想到他会这样 以前的楼主都是让手下们上前厮杀 护法这才意识到这个男人好像跟别人不一样 但他猛的想起个特别绝望的事情 曾经自己吞下男人给的毒药 这臭小子不给我解药就让我走 男人见护法一言不发便询问有何故意 前几日属下吃了明给的毒药 男人恍然大悟自己都差点忘了这茬 要是放着不管过几天你四肢就会筋脉劲端 大脑直接从颅内跳出来 护法听后打了个寒颤 事项居然有如此恶毒的东西 可恶的是他居然忘了这事 随后男人在怀中掏出个木盒 里面装着湛蓝色的小药碗 胡凡间这么容易就得到解药也是有些感觉 下一秒毫不犹豫的直接吞下 男人则是一脸呆滞的盯着护法 护法这才意识到不对 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表情看我 男人随后询问这是什么你就直接吃了 护法顿时紧张起来 这不是解药吗 而男人却说这是真毒药 你以前吃的是假毒药 我只是想让你看看真毒药什么样子 护法整个人瞬间僵住 男人边走边嘲讽护法 四十多岁的老江湖 怎么这么莽撞 男人找到没人地方开始品查 护法此时已然是怒火中烧 下一秒跑到男人的对立面 让男人给自己也倒一杯 喝完表示就算灰血门杀过来也不走了 反正真打起来 他们也会因我没能保护好楼主杀了我 而且凭你一人根本不可能战胜灰血门 反正都是死我到要看看您多能打 看您死了我再死也不亏 男人听后没忍住笑语 护法这时又不爽了 你为何笑啊 男人没做回答只是默默为护法填了悲诀 而灰血门这边则是召集了所有头目举行兼杀魂 而每次兼杀魂开完后江湖上都会少一个家族 灰血门的掌门说道 此次目标是一个手持双刀汇毒的男人 这是一堂五百多斤的胖子为表中心起身 老大我这就带沙神队去报仇 灰血门掌门没想到胖子亲自出马 他带领的沙神队曾经 轻易地将江湖第三大家族面门 掌门这下放心了 便顺便让胖子将男人背后的势力也解决 而胖子表面是想为兄弟报仇 但背地里另有企图 隔天男人正在享受唐葫芦的时候 前方出现众多的人隐 并传出吵闹和骄骂声 猛然看去赫然就是胖子和他的沙神队 任凭他们抢夺东西 周围的百姓也无一人敢动敢说话 一旁的护法紧忙说 这就是灰血门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而男人打去你不也是灰血门的人吗 护法满脸的尴尬接着给男人解释起来 他们就是灰血门的沙神队 那帮家伙在以形式粗鲁暴力文明 而这个胖子更是魔头只要他一出马 就代表一个家族的灭亡 一个火口都不留 就算是鸡蛋他也得摇晃了 男人这下来的性质又一个头目了 随后便跟着沙神队一块走向月夜楼 胖子一脚将月亮楼大门拆开 吩咐手下去将男人抓出来 而令后的手相们四散飞出 而胖子则是走到中间观察起来 已经幻想自己接手后的幸福时光了 可手相们找寻两个多小时也是没找到男人 于是觉得男人是害怕逃走了 胖子也觉得是灰血门的鸣声将男人吓走 可下一秒胖子神情大变 只见大门口出现两道哼着歌的身影 男人随后让护法出去并把大门关上 护法推到门外降门直接锁了起来 胖子满脸嘲讽地看着男人 毕生怒吼手下全部冲出 在刀距离男人还剩三公分的时候 男人以一种奇异的身法躲过刀刃 并且在闪避的时候挥出一场 可看似轻飘飘的一场 直接将肘关节打得外翻 男人瞅准时机利用魔攻再次打出一场 闷哼一声直接倒飞出去 男人几个闪身直冲剩下的手下 只听见一阵骨头折断的声音 最后几人全部丧失战力瘫倒在地上 胖子神色一冷顿时紧张起来 眼前的这个男人浑身散发着毒气 最重要的他还没使用腰间的配刀 胖子拔出大刀询问想要什么 加入挥血门我们都会顶 男人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胖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男人死盯着胖子往生挥挥血门的一切 胖子闻言一愣着简直太羞辱了 下一位直接提到冲出 顺手将重伤的手下抓起 直接重重地甩了过去 看似莽夫的胖子 其实是想趁男人躲避的时候 一刀将其斩杀 男人慢慢地抬手 胖子根本没想到男人会直接出手 下一秒自己如同被卡车撞了一般倒飞出去 而男人做这一切仅仅为了一群女 男人看着剩下的残兵并没有准备继续杀龙 而是让他们带着老大的尸体滚回去 并且警告他们要是想对付我 直接让我们帮主来 剩下的残兵们拖着尸体悄悄地溜走 而男人则是坐下给自己刀的微酒 灰血门掌门此时召集了重头目 让他们懂管男女老少凡事 能拿起刀的晚上跟我走的 顺便把逃回来的几个废物斩首适中 地旁的头目怕这样会扰乱军心 便想阻止掌门 可掌门只是晃了一下剑身 头目便不敢再说话了 到了晚上男人还在安稳地打坐休息 下一秒护法就闯进来大喊不好了 原来是灰血门马上就要到了 并且来了很多人 男人穿上一身红袍 护法以为男人被吓傻了 这身衣服是剑舞鸡上场才会穿的衣服 而男人也知道只是这衣服有特殊的意义 以前剑舞般将死了爹娘的男人收留 并教他一身技术用来生存 在记忆里姐姐们就是穿这一身红袍 还说等我长大就专门给我舞一次剪 可还没等来那一天 就被灰血门的人给灭门了 而这一戏飘动的红袍 则是为了凸现剑舞人那美丽的曲线特殊制作的 男人出门后望着密密麻麻的黑点也是心一颤 他想到不会很多人 可没想到会有近五百人 但只要解决头目这些杂兵自然会土工瓦解 台下的众人建议的男人 虽然穿着女人跳剑舞的衣服 顿时一大片的嘲笑声 纷纷以为男人是被吓疯了 这时一只手在人群中举了起来 众人瞬间压血无声 此时灰血门的掌门死死盯着男人 原来是孟儿 来让哥的抱抱 孟儿是男人小时候在剑舞般的名字 他还记得原来五件时候不小心倒地受了点踏伤 剑舞般的姐姐们都非常着急的一拥而上 如今听见掌门叫自己以前的你们 瞬间想起了姐姐们 下一秒抽出双刀 身上也开始散发阵阵毒气 今晚就是灰血门灭门的时刻 下一秒男人消失在原地 掌门还在感叹好快的时候 男人已经进入到人群当中 众人还在惊讶时 男人却气爽了剑舞的剑舞 一片肆肉飞剑的声音 再看男人周围的杂兵已经全部倒地 男人紧盯最后方的灰血门掌门 紧接几个闪身杀出一道血路 此时的男人更像是一个魔鬼 男人轻声问道还有不怕死的吗 众人的恐惧已经达到顶点 纷纷质问掌门和队长在哪 为什么还不出来 看着前方的众人 男人朗生不想死 让开我只杀灰血门的掌门 众人这才明白只要让开就不会死 在生死面前哪还有大哥掌门什么的狗屁东西 下一秒众人纷纷让开道路 大道直通灰血门掌门 掌门见男人实力惊人也是忌惮起来 换上一副笑脸询问男人想要什么 是美女还是财富还是地位 男人冷着脸一言未发 下一秒直接闪现到掌门面前 警告掌门废话说完就该走了 掌门见男人完真的 又看到男人的手已经握住了刀柄 这一刻他慌了大喊 你难道不想知道剑舞班的女人都去哪了吗 男人闻言一愣 剑舞班是他最柔弱的地方 男人必定想搞清楚 可掌门却偷偷拔出剑人 随后瞬间劈下 在刀接触的前一秒 男人并凭空消失只留下一抹红光 掌门顿时大惊这种近乎贴脸的距离都被闪开了 而下一秒男人居然出现在身后 男人这次没有留情直接挥出双刀 掌门整个人被强大的冲击力击飞出去 男人放弃直接爆裂开来 随后看向手下怒到赶紧上 给老子干掉这个人 下一秒四个护法冲向男人 男人利用剑舞班学到剑舞抵住了激活 随后一阵红雾从袖口飞出 掌门见男人终于用毒 便露出得逞的笑 之前就派人调查过男人知道他会毒 所以来之前便吃了去毒伞 男人还在想为什么会这么有自信 原来是服了去毒伞 但男人身为毒魔的金传弟子 普通的去毒伞怎么会有用 上一秒还在笑的掌门 下一秒却觉得喉咙堵塞起来 剧烈的疼痛刺激着掌门全身 随后整个人瘫软在地 周围的头目也纷纷中毒 最终全都被死亡 只剩下灰血门掌门还在苦撑 掌门见男人提刀走来 便大声哀求起来 凭你的实力加入我们定能成就一番打印 男人并为之所动 还是一步步地走向掌门 用一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掌门 丑恶的杂物 掌门心头一颤浑身发抖 这个丑恶是在说称霸这里的我吗 掌门低下头告诉男人 你是不会从别人那里听到 剑舞班那群女人的消息的 男人神色异朗 那些女人玩腻了我就干掉 再玩腻了就再干掉 男人瞬间被愤怒参风头脑 血液顿时四溅起来 而掌门只剩下半颗头颅和残肢 一众的杂兵顿时一愣起来 男人这一刻杀意靠天 想去黄泉地说一声 刚才还吵闹的人群顿时安静起来 而男人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句话 玩腻了就干掉 再玩腻了再干掉 女人一脸馋媚地送上神秘信封 壳里面装的却是一个正在蠕动的东西 男人在消灭西黑路的灰险门后 并掌控了这里 还将月夜楼改成了弦乐版 并让手下大肆宣传 而男人这么做 是想让失踪的剑舞班姐姐们都知道弦乐版回来 这时下人来抱一个厨子想见男人 一旁的护法听后紧忙让下人打发走 可男人却说让厨子进来 他是我很重要的人 厨子进来后将准备好的包子和杏仁膏 全部放到桌子上 看后的说道 我记得你喜欢吃包子 男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随后被厨子倒了杯酒水 可厨子此次来的目的 却是让男人快离开这地方 这个地方你不主动找是周围的视力 也不会放的 男人倾笑一声 看来厨子不知道我实力 厨子放下手中的肉包 着急说难道你师门很庞大吗 这里的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 男人听到师门愣了一下 厨子紧忙问道 你师父应该是个名门大派了 男人沉思许久 他的两位便宜师父 并不是什么名门也不是大派 而是消失已久的四大恶人之一独魔 厨子听到是四大恶人的徒弟 他的面色差那间变成灰色 传闻那几个魔头都很可怕 其中有为了一句话 就杀人屠成的狂魔大功 专挑清纯美丽女子下手的色魔大功 百岁还能保持美貌的妖魔大功 还有用人做活体实验的独魔大功 男人稀松平常的回答正是 寻常百姓听到四大恶人早已心惊胆战 随后厨子拿起酒杯一饮 接着憨笑着说 你能回来太好了 你师父要是来的话 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我好躲得远远的 男人没忍住笑意 直接笑得出来 二人接着开始推杯换转 这是他来西黑路以来最放松的时候 另一个黑道势力 在得知西黑路现在是群龙无首的状态 立马让军师派杀手去一下 军师提议直接让杀手绑第三个无影去 虽然费用高弹对方也擅长了 四任男人在散步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身影引起百姓驻足忘却 此人竟然敢在西黑路穿一身黑衣 还环抱一柄丽人 众人纷纷四散逃去 黑衣走到男人面前停下 初次见面不知阁下是不是弦乐班主 男人也是坦然承认 黑衣圣人的一笑说自己是剑狼派来的 而剑狼就是西黑路北方的黑道士 听说您干掉了灰血门掌门掌控了西黑路 北风剑狼特派本人送来贺礼和书信 地旁的女人一路小跑过来 先是单膝跪地双手层上卷轴 男人在借过卷轴后 黑衣说到我们掌门想和您联手 女人又掏出来 剑里面是含有剧毒的青蛇 青蛇一口咬在男人的受伤 开始疯狂地释放毒素 杀手开始嘲讽起来 这青蛇的毒你应该知道多厉害 而男人则是一把扯下青蛇 杀手瞬间挥出一箭 充满杀意的剑气直冲男人 男人手握刀柄 在剑气来的瞬间抽出刀刃 碰得一声发出巨响 男人开始主动出击 一个闪身就来到了杀手面前 巨大的冲击力把杀手震的浑身发抖 可他却丝毫不慌 再过两个半小时蛇毒 就会肆虐男人的器官 另一个杀手忍不住了 直接将自己的担子丢了出去 在男人头顶的时候突然爆开 浓烈的黑烟瞬间将男人包裹起来 杀手趁机直冲进去 宛如一条蛟龙入海在烟里面疯狂走位 而男人矗立在烟雾中间一动不动 杀手一个闪身来到男人的身后 另外只听见肉体破裂和男人的惨叫声 烟雾散去只见男人完好无死 而杀手却被一剑封喉倒地身亡 剑蛇毒还没奏效二帝又被斩杀 也开始紧张起来 而男人从小就迁毒不清 后又被毒魔折磨得快死 大千世界的毒早已对他无效 剑蛇毒无效便想着先下手为强 杀手持剑冲出的时候还不忘彼的剑指 男人调整姿势向上挥剑 剧烈的痛感刺激着杀手的五官 杀手顿时跪倒在地 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 男人缓慢地将刀收起 就收刀的这几秒 杀手开始感觉浑身麻痹无法动态 男人询问是谁派你来的 可杀手却一心想要求死 男人说自己是一仙的传人可以保你不死 听到一仙的弟子也是抱起了希望 经过心理斗争准备说出不准 下一秒一道紫光凭空出现砸进了杀手的大脑 男人看着这等杀人手法也是有了定度 这是一道黑影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速度之快只能感受到风速却不见其人 不过在男人眼中只是萧小鼠背发 黑色身影闪身到一处阁楼 真正的幕后主人也赞叹到这下事情变得有趣了 陈宗已久的大王会将再次启动 男人在撑拉西黑路后遭到刺杀 为了想弄清是谁在下黑手 便询问护法有什么办法把帮派老大召集在一块 护法建议组织一下大王会 届时所有帮派老大都会带着心腹到场 男人也认可这方法便让护法去办此事 此时厨子也送上一笼包子 护法知道二人从小就相识便主动退下 可男人却让坐下一起吃 护法顿感惊喜这证明班主已经接受了自己 之后便找了个便便拘谨的坐下 几人一直砍天坛地到半夜 殊不知杀身榜的第二已经在外面观察男人许久 心想此人明明差点被暗杀 如今却像一个疯子一样畅饮 最该死的事居然说我是鼠辈 真是个该死的家伙 男人喝到意识兴起来到庭院之中 说自己要遵守约定 厨子这才想起男人以前说 消灭灰穴门后我给你跳一次剑舞课后 男人抬头看向星空 随后走到庭院当中抽出方月弯刀 刀刃被月光映射得格外耀眼 下一秒男人剑指星空 刀刃画出完美的弧线 男人不断加速好似 男人正在和人比拼一半 当中突然浮现专门跳剑舞的红色长袍 刹那剑樱花伴随剑光冲向男人 可男人却好像提前知道一般轻易躲开 下一秒一女子出现在面前 那优美的身姿被剑袍凸现得更加完美 女子随后说到现在开始攻手转换 女子抽剑而出剑如白蛇吐性冲向男人 女子猛烈有力的进攻却被男人优雅地化解 曲终二人纷纷闪身至合适的地步 随后相互剑指对方 二人都若有所思地停止了动作 几分钟后二人相互致敬 这时女子伴随樱花缓缓消散 梦做得真棒 现在已经超越我了 最终女子伴随男人诗然的一笑彻底消散 男人也是感叹姐姐们究竟去哪了 厨子在一旁感叹男人这剑舞 简直比以前剑舞般舞得还要好 男人听到夸赞也是一笑了之 厨子突然想到还做着东西紧忙就回去了 高处的杀手建庭院只剩下男人自己 并且浓烈的酒气在这都能闻到 杀手意识到现在是个动手的好机会 随后抛出三浪次准备斩杀男人 下一秒杀手纵身一跃 将所有暗器全部抛出 杀手落地才发现所有的暗器都扎空了 这时上方传来一道声音 抬头看去这才发现男人在头顶 杀手突然笑了起来 随后掏出了个怪异的武器 武器浑身变红并且发出嗡音声 实际层 明确的飞刀直行天气 面对飞刀男人却从容的被守候扯 借着掏出武器绑第二的白玉扇 向下一挥 刚才还急速冲击的飞刀瞬间失去动力 全部纷纷地掉落在地 杀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从一开始他就没把我放到眼里 不过作为杀手绑第二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 杀手猛地消失在原地 第二次出现已经和男人交手了三十回合 可宁管多强烈的攻击全被一把扇子抵挡 二人在内弓上的差距太过悬殊 男人每次挡住攻击的时候 杀手都感觉全是气血在翻译 如今只要停手杀手便会暴体而亡 杀手尽全力的一击再次被男人轻松挡住 男人说到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 杀手瞬间倒飞出去直接撞到后方的石头 从后感受到挤住断裂并吐出一口淤血 男人打开扇子询问杀手的名字 杀手不懂这是什么操作 难道他是要给我立木碑吗 而男人却说到你很荣幸能登上这把扇子 原来男人每杀一个恶人就把名字写到扇子上 如今已经有9999个名字 男人见杀手宁死不说便合上了扇子 杀手察觉到杀一下意识说出雇主 是太龙会灵合成悬赏万两白银让我杀你 男人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杀手以为说出雇主就会得以生还 但男人把刀剃到了杀手身前 面对想杀了自己的人男人怎会留守 杀手也知道男人的意思 便举起刀指向自己 男人表面是手持欲善的文弱书生 可仅仅一刀就能斩杀黑道帮主 还大放厥词要称霸整个黑道 可五大恶势力早已聚集在一块 商量怎么铲除男人 几人决定联合举行霸王会 届时打压那个矛头小子 要是不听话就直接当场咱们吧 次日五大门派太龙会 北风剑狼 五毒门 暗魂门 鹰鸟门 纷纷带着各自心腹抵达男人的地盘 按照霸王会规定 每人只能带十名心腹进去 几人纷纷进入楼内 护法此时说到霸王会在二楼带椅子只有六把 只能请各位的心腹在一楼暂留一下 几人脸色已经黑了下来 但也只能跟随护法上楼 刚到房间内 太龙会帮主就发现不对 随后其他三个帮派也为之一惊 只见屋内只放了六把椅子 这时太龙会帮主才想起只有地位最高的 一般才会最后出场 几人没想到开始就被那矛头小子摆了一包 一会可要好好敲打敲打 无毒会的老者却笑了起来 招呼几人先落座了 五人都纷纷坐下之后 护法才说这就请班主过来 十分钟后身着白袍的男人才缓慢下来 几人没想到这么年轻就称霸了西黑路 而且面对几个前辈丝毫不露情 男人最终坐在了主位 几人都虎视眈眈的看着男人 也没有人开口相互引荐一下 男人率先开口我便是陈绍涵 老江湖顺势恭维起来 恭喜陈班主手刃灰穴门 控制了西黑路啊 绍涵也是让老者有话直说 老者尴尬的笑了笑真是后生可畏啊 画风一转后生 你真以为灰穴门的那些资产是你的了吗 想要站稳不仅武功要好 掌控力更是重要 绍涵也是非常认同这一点 老者继续说到 以前灰穴门向各地输送忘忧草 而现在中断了我们五毒 收入少了很多 而且以前的灰穴门大量在我这购买的样 我现在少了一个大金子 现在我要在你这进行忘忧草交易 不知阁下有何想法 绍涵叹了口气 说到底你就是想占用西黑路的一步 地旁的暗门门怒到小子在座的各位都是你的争议 怎么能这么没规矩 绍涵听到这话瞬间被气笑了 直言别相的娘们墨迹直接进入正体 几人面面相须开始交换眼色 而绍涵却观察到了此事 既然你们都在实眼色 那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一个个伤被我打到 另一个是你们一起伤 然后一起死 这时北风剑狼的帮主大笑起来 一次这么开心的时候 还是父亲被杀的时候 随后就要和绍涵比试一般 事前说好刀剑无眼 要是死活伤与在下无关 剑狼说爸将重剑举过头顶 猛的一下斩去 绍涵也是迅速拔出陪刀 众人看去绍涵已被剑光击穿起来 可等烟雾散去只见绍涵轻易地挡住攻击 这时几人才正式起绍涵 绍涵主动发起攻击 看似很轻的武器却直接将重剑砍出个口子 而且巨大的冲击力让剑狼难以抵挡 绍涵的攻击如同暴雨一般一直未停 剑狼是几人里面打斗最勇猛的 如今他都落下风那单挑 我肯定不是绍涵的对手 现在只能等剑狼制造破绽才能下手 暗魂和武毒意见相同 等有破绽二人立马冲出 剑狼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一定会输 只能开大门来输死一拼了 剑狼拳风如同爆炸一样瞬间洗碗 绍涵直接倒飞出去 没想到剑狼的体术这般强悍 武毒瞅准时机将体液飞速射出 暗魂也就是跟上 绍涵没料到他们竟会如此卑鄙 但随后便有了想法 先是反手抽出另一把刀加速劈下 暗魂瞬间有了另一半 面对武毒的体液则任由打到身上 下一秒一雾瞬间烧烂鲜血也随着流出 武毒大笑一声成了 绍涵感觉浑身被掏空受伤的部位一直在蔓延 绍涵看着后面的两人 怒到你们两个还没决定吗 二人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威压 见二人还是一丝反应都没有 嗡的一声阵阵煞气从绍涵体内钻出 伤口也随着愈合 二人突然觉悟绍涵这是在试探我们 他是故意中毒考验我们会怎么做 鹰鸟们率先跪下表示愿意追随绍涵 紧接太龙会也立马表达重心 还承认曾派杀手刺杀属下愿意领任何惩罚 剑狼也被打负了愿意归顺 武毒则是被这几人弄懵了 大汗那小子中了我的毒必死 你们这是干什么 绍涵随后让剑狼 鹰鸟 太龙几人杀了武毒 武毒认为绍涵中毒一定疯了 随后又看向缓缓朝着自己走来的几人 带有哭腔的大汗那小子马上死了 你们这是做什么 几人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纷纷抽出武器 武毒致死都没想明白 明明那小子中毒了为何还生龙豁虎 绍涵将所有杀其外放 背后瞬间形成了恐怖的巨兽 武毒看见了巨兽瞬间明白了 这是四大恶人中的毒魔大公毒有标志 自己居然有了这等人物的弟子 只怪自己目中无人死而无憾了 几人合力击杀武毒后向绍涵行礼 可他脸上却写满了不悦 他是四大恶人中唯一的女性 被世人成为妖魔大公的他已经八十多岁 可皮肤和体态却如同少女 听说为了将此状态保持下去 他不仅杜绝男色保持处子之身 还收留了成百上千的姑女 并将自己一身的本领传授给他们 可为女人列四大恶人怎会如此行善积德 绍涵统一五大黑帮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众老大召集起来 许问谁知道二十多年前见我们灭文事件 原来绍涵一直在思念以前的姐姐们 泰龙会支支吾吾的好像想说点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绍涵看到了这一现象 让泰龙会帮主但说无妨 属下只只有一些最底层的武姬 被四大恶人之一的妖魔大公带走了 绍涵听到是四大恶人顿时一铲 他的师父也是四大恶人中的补魔大公 心狠手拉至极甚至拿活人做实验 绍涵神色异了 泰龙会帮主你是想看我和妖魔争斗 这才故意说这番话的吗 泰龙会顿时大惊连续说了几个属下不敢 还发毒是要使您和妖魔大公打起来 属下必定会为您赴汤蹈火 绍涵接着询问有人知道妖魔在哪吗 几人商讨一番 最终剑狼听闻有人在长安黑道见过妖魔 而绍涵知道此妖魔 只收美丽的女子为徒必须还得是厨子 要是尸身就会被他残忍杀害 他会因为一个人太美就把那人除掉 也会因为不懂礼数就除掉 总而言之他想杀就杀完全随心所 虽然说是徒弟但妖魔并不会传授五公 他只为了自己能永保青春 才教会那些女孩一点内心工作 等时机成熟直接吸食他们的精气 绍涵知道事不宜迟只能尽快出发 长安黑道青梅水楼内 绍涵独自一人依靠在亭边 已经来到此地一个月了 还没见到妖魔的一点轨迹 而绍涵听师父说妖魔每一个月都会吸食一名弟子 这是一道女生突兀的传来 公子您为何要对月独隐呢 绍涵头也不转的怒到滚原点 女子顿时羞愤难耐 转身就大步离开了 女子轻声喊道大师姐 又有姑娘被那位公子拒绝了 这都是第三十个 对面的师姐则是让小师妹别管这些喝酒了 话虽如此 但师妹眼睛一直盯着奶人 师姐则是若有所思地盯着酒杯 下一秒则是一饮而尽 师妹看着不同往常的师姐 担心地询问是出什么事了吗 只见师姐眉头紧重 师妹你见过以前那些师姐是怎么死的吗 师父不是说被四大恶人中的色魔抓走了吗 或者是不幸遇见白道的高手遇难了吗 师姐则是长叹了一口气 心里想着这么久以来自己也没见过师姐们的死状 师姐们会不会是被师父杀害了 此时又来一名女子 女子冷声督促师姐速回山门 大师姐抬头望去原来是师父最喜欢的二师妹 二师妹说到师父满山在找大师姐你了 而大师姐则是晃晃半壶的清酒 让二师妹陪自己喝完就回去 二师妹知道大师姐的臭脾气只好坐下 小师妹八卦地问师姐 二师姐这么高冷 而且以前还是跳剑舞的所以不合群吗 少涵顿时一惊 再次听到有关剑舞的讨论 一道不合时宜的男生突然插入几人的谈话 少涵问道我能与你们和谐吗 大师姐冷笑一声这是她听过最沉苦的话 小师妹则是害羞地说师父不让我们靠近男人 听到他们师父不让气靠近男人 少涵意识到几人可能就是妖魔的徒弟 少涵看笑二师妹 这位姑娘看起来不大可能是我被掳走之后加入剑舞班的 大师姐看少涵一直盯着二师妹也是打拒道 既然是看上小妹了那就请坐吧 少涵得到允许后也是大方坐下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来的目的是什么 少涵直言是来找姑娘的 大师姐眼神异冷 怒道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少涵知道对方误会自己了 锦王开始解释 我是从弦乐剑舞班来的 别名叫孟儿 不知道这位姑娘是否记得这个名字 二师妹神情突然慌乱难难道孟儿 难道你就是孟儿哥哥 二人畅谈许久从静剑舞班到拜师 也得知了他们的师父是四大恶魔中的妖魔 少涵接下来的一句话令三女震惊 你们师父应该说到只有完毕之声 才可修炼本文秘法真欲神功 小师妹大惊你一个男人怎么知道我们的秘法 少涵问怒道你们不知道妖魔会从你们身上吸取内功吧 二女从未听过还有此事 少涵再次强调道 不仅是内功就连精气也会被一起吸食 而且功法的原名是真欲魔功 最终你们会失去生气变成一具皮包骨头的尸体 小师妹根本不相信少涵的话 怒道这家伙分明在污蔑师父 师姐你们说句话呀 而师姐们全部低头不语好像都知道点什么 下一秒空中传出刺耳的声音 二师妹让少涵赶紧躲起来 是师父来了 少涵则是一动不动 反而举起了酒杯给自己倒了杯酒 二师妹见少涵还不跑也是心急如焚 这时妖魔也是踏空而来 三女立马下跪参拜师父 妖魔看着少涵 随后带有怒意地询问三女 这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大师姐为了保护少涵 便说这个灯徒子突然拿着酒杯要跟我们姐妹喝一杯 我正要赶她走请师父不要担心 妖魔侵灭道真的是这样吗 既然敢纠缠我的弟子 那本美人就送你一程吧 听到此话三女的心顿是一产 而少涵依然在给自己倒了杯酒 妖魔一个闪身来到身后 少涵让气滚远点 你那浑身骚味已经恶心到我了 妖魔不气反笑真是个愣头青 下一秒就将自己的腿直接靠到了少涵身边 随后夹着嗓子说到怎么杀了你才能让我输回 少涵则是一直盯着妖魔笑出了声 妖魔以为她已经完全折服自己的俊跳的脸庞 转眼间少涵冷不丁地挥出一场 妖魔反应迅速也补出一场 剧烈的爆炸直接让少涵倒飞出去 妖魔没给少涵喘息的机会 转出武器绑地石的白龙边 但被少涵轻松躲魔 少涵趁机跳到屋檐之上 妖魔带有欣赏的眼光看向少涵 你是第二个躲过我这边的 少涵被手握住刀柄 妖魔看着少涵的武器一脸差 你就是双跃弯刀 你是毒老魔的弟子 可妖魔不知道的是 少涵还是一仙的弟子 而他们四大恶魔唯一敬佩的就是一仙 三女听到是毒魔的弟子也是相当震惊 虽然师父也是四大恶魔之一 但毒魔那是比师父还要强一个等级的存在 随后妖魔便让毒魔现身 你我二人许多年未见了吧 少涵让妖魔别叫了师父并未在这 妖魔才不信要是毒老魔不在 你的愣头亲敢这样挑衅我 少涵冷笑一声 比这种废物还要师父出手吗 妖魔瞬间大怒 使出全力一举砸向少涵 可少涵好似提前知道一般早早离开了原位 接下来的几边妖魔还是一边未准 但周围的建筑已经崩溃一窥 而少涵则是轻飘飘的落在妖魔对面 妖魔使出阿威十八时 这一边直接重重的砸在少涵身上 少涵吃痛直接倒飞出去 少涵借了一个火烦 再用弯刀直插地板这才勉强站住 此时少涵才意识到四大恶人是如此强悍 妖魔没给喘息机会再一次急速挥出一边 长边如同有了灵魂一般直冲少涵面门 少涵左手用力直接带动全身迅速旋转进行躲避 可即使这样右臂还是被长边划伤 妖魔再次抽出几边 可怪异的是身体各部位都受到不同角度 少涵顿时急了直冲妖魔 想通过拉近距离来让长边失去作用 可这点小心思早已全被妖魔使 只见白龙颜浑身到了 随后妖魔朝着自己面前猛然重击 龙烟顿时四起将战场淹没 三女从没见过师父使出这招 妖魔此时却倍感意外 只见少涵居然还有力气支撑起来 妖魔此时带有玩味的样子 少涵感叹不亏是四大恶人 无论是战斗技巧还是星星都是上乘的存在 但这种战斗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得意 妖魔还以为少涵傻了这种情况还能笑得出来 感觉到一丝危险的妖魔便决定速战速决 下一秒白龙颜再次泛红还伴随闪电 面对突来的进攻 少涵举起双刀进行防御 在长边来的瞬间用刀进行抵抗 这等情况下少涵只能一味的放弃 被挡住的长边开始乱弹 一旁的建筑依然是残序败移 而妖魔也发现了此状况 瞬间将长边甩到最后的支撑 随后猛然往后一拉 整个建筑瞬间失去支撑 突然倒下 而倒塌的地方却正好是少涵的位置 阵阵浓烟肆意的不满现场 妖魔感叹毒老魔叫出的弟子也太水了一点 下一秒两个毒气同烟雾中冲出 妖魔见如此强的毒气以为是毒魔出手 即刻调动全身蒸气来进行抵抗 即使这样也被巨大的威力击飞出去 妖魔感叹十年未见这毒魔还是这么拔 此时一道黑色身影伴随着紫光出现 下一秒妖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浑身的气息都变得极为陌生 少涵一个后撤步双脚站了头 顺发扬到充满毒的刀气 这次妖魔也不敢大意直接秘密 他在真巨大的无作风暴绝地而起 将少涵的刀气显得小了可 可就是这样小的刀气却将妖魔逼得直冒了还 下一秒风暴突然破裂 刀气直冲而来 但此次只是消掉了妖魔的法式 刀气没有丝毫消散的意思直冲后面的建筑 妖魔看着背后的建筑新生一丝骨子 他也意识到少涵之前隐藏了实力 而少涵却第一次露出如此圣人的想 下一秒原地消失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妖魔 并且以诡异的身法躲过妖魔的攻击 妖魔此时如同看见了恶火 这身法是一线的天罡部 为了避免今生作战妖魔也不管三七二十八 直接往身前砸去 等烟雾散去只见少涵被打退机密 少涵说到你那充满罪恶的肉体 就交给我师傅来是毒霸 此话完全惹怒了妖魔 用长边紧紧锁住少涵的武器 随后用力地往后一水 少涵整个人失去动力 直直地往前飞去 妖魔此时也动身了 想要一掌直接了解这个 公车死活的东西 可这时少涵却主动松开刀 任由武器飞向妖魔 妖魔也是艰难地躲开这次意外 等再次转头只见少涵的手掌 少涵一把抓住那妖魔先弃的脖子 手掌如同前子一般死死夹击 下一秒只听清脆的一声 妖魔瞬间不再反抗 二女此时疯狂地刷新三观 少涵随后重重地往下一水 妖魔直接静止地摔下 接着以一种怪异的姿势颤抖抽出 至此江湖上仅剩下三大恶人 次日夜里几人再次齐聚讨论日后的去向 这时二师妹问到少涵 怎么会成为毒魔大功的徒弟 而少涵则是说自己一时贪婪被掳走了 臂旁的小师妹问到 毒魔大功也是很可怕的存在吧 少涵说起毒魔比你们知道的更为可怕 他毕生执着于毒药的研究 而且会用活人作为尸毒对象 而我一开始就是被他用来尸毒 三女纷纷露出惊乐的神情 当时她把我困在一块木板之上 用银针封住612个升血 再让毒物钻进我的108个死血 还将我泡到万毒缸里折磨 但意外的是我居然全都扛了下来 少涵警告三女日后 不要透露出我们是恶人的弟子 江湖上无论黑白无人会欢迎我们 说完少涵便起身准备去休息 让吉女慢用 少涵吞去衣物泡在温泉内长探了一下 虽然与妖魔一战受了很多伤 但大部分已经愈合 但泡一下温泉效果更加了 少涵此时想到要是告诉师父们 我独自一人杀了妖魔 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这时身后的门突然打开 随后进来几个文猫画虎的撞寒 最终站到少涵的对面 一个看似小头目的人像少涵制 拜见色魔大公 原来少涵在长安黑道和妖魔这一战的全过程被人看见 随后向当地黑道禀报 据说色魔大公带着酒去纠缠妖魔大公的弟子 但恰巧遇见了妖魔大公 于是二人就打了起来 还将著名的剑主打烂了 地头蛇询问确认是色魔大公吗 小弟坚定的说是 此人有打倒四大恶人之一的实力 还故意接近美貌女子 而且那些女子最终都跟着色魔大公走 地头蛇也知道色魔最善意 四大恶人这才沉寂了一段时间 就赶来本大爷地盘肆意妄围 之后便派手下好好探望一下这位色魔大公 所以才会有这一名 少涵怒到你的疯 你说谁是色魔 头目心底一颤难道判断错了 少涵起身后众人 全部心惊胆战地盯着前方 只见少涵身上遍布战斗的痕迹 头目见如此多的伤痕 肯定是身经百战 难道阁下是狂魔大公 少涵靠近头目怒到简直一派胡言 头目低头一瞟 随后羞涩地说 您还说不是色魔大公 下一秒整个酒楼充斥着弹叫 深山处两人找到 已经藏匿起来的妖魔尸体 其中一人感叹着妖魔及时死 也是俨然美丽啊 一道沙沙声突然传来 二人紧忙朝着声音方向跪下 一道破空声响起 再看妖魔尸体旁边已然出现具身影 此时一名弟子禀报 据说杀害妖魔的是一位少年 武器是双刀和一把铁扇 男人沉思片刻 妖魔的尸体没有伤口 应该是那人在打斗时 故意扔掉了兵器 让妖魔掉以轻心 然后又突然折断了他的脖子 男人轻笑一声 看来魔仙他们二位培养出来个怪物 弟子询问您说的魔仙是什么意思 独魔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哥哥 鼻仙比独魔更狂更疯 曾经独魔坠入武林盟主设下的陷阱 那时两败俱伤 但独魔受伤更重 此时一个白衣人忽然从天而降 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 将武林盟主救了回来 而独魔质问为什么要给其疗伤势 鼻仙也未动摇一分 只是将那里的所有人全部使劲 最后才抱着独魔离开了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 鼻仙身上的那种狂气 是我们四大恶人无法比拟的 现在真的好想看看 他们教出来的徒弟是什么样子 之后却想利用妹妹们 引出色魔先下手为强 并承诺不必担心我会保护你 却使手下跑来说有更好的主意 次日清晨少涵被一声声欢呼吵醒 只见外面已经搭起了戏台 台上的戏子正在卖力的表演 此时二女也被这一幕吸引 小师妹嚷嚷着要下去看看 台上的人见少涵也下来 看眼的更加卖力 三女也是对气表示赞赏 戏子朝着少涵致敬功名班主 随后说到自己要开始演 恶人赚在出戏了 少涵文言一笑请开始吧 戏子眼神冷说到那就多有得罪 少涵一愣这话什么意思 戏子没等少涵反应咳了咳嗓子 陈少涵你的老狗赶紧给也滚出来 台另一边一道手持扇子的身影闪现出来 再看此人和陈少涵同款一戏白衣 下一秒一个大跳直接到戏台之上 只听刷的一声将扇子打开 眼神犀利的盯着前方 郑重道我就是陈少涵你是何人 见陈少涵这样子台下众人瞬间大笑 地旁的女人也是没忍住笑了出来 少涵这才知道为什么刚才会说得罪自己 戏子大喊你放屁 陈少涵并非你这般丑陋之人 随后见指陈少涵让他快过 陈少涵怒道你是何人 戏子垂了垂胸口 本大也就是四大恶人中的狂魔 原来是狂魔前辈不知前辈找我做事 狂魔怒道是你杀了妖魔小剑吗 我要剁了你然后生吃你 此时又有一席红衣的男人闯怒 静止地落在二人中间 为妖魔报仇怎么能少了我色魔大功 观众一听是色魔纷纷大喊快步 真是个晦气的家伙 色魔的扮演者大喊都给我闭 随后色魔表演了一种狂态动作 紧接妩媚的说到不闭嘴我就进来了 可台下的众人不吃这套依旧骂到快步 但是三女却觉得即使是演戏如此调侃色魔 真的没事吗 台上色魔突然转身说到先教训谁比较好 紧接咬着手指一脸妩媚的看着少涵和狂魔 下一秒直接向两人飞扑过来 可这是一个飞镖从远方急速飞来 少涵反应迅速闪身抵挡 同时也发现了飞镖的来象 于是急速朝着飞镖的方向冲去 只见一道红光在屋顶快速逃跑 最终逃到了小屋内 男子想到他们竟敢如此嘲弄是否 这时少涵也来到了屋内 男人不由分说直接挥出一箭 却与少涵躲避的同时一刀斩杀 这是一道刚猛的剑气直冲少涵 劝着爆炸的余光来人将暗器全部抛出 只听几声铁气碰撞的声音 再看那人早已逃跑 下一秒少涵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身后 此时一道X型的剑气刚好劈来 少涵只好放弃追捕举刀进行防御 刹那间一道长边紧紧缠住男人的脖狗 强大的力道直接将男人拽到地上 紧接直接踩到男人的肩膀 怒问到色魔在哪 来了来了 少涵独自面对四大恶人中的色魔 却气定神闲地坐在一旁 但接下来色魔的一句话弄得少涵接近破坊 色魔看向少涵轻叹一声 随后夹着嗓子说看小兄弟 有着这进步完美的身来 晚上等我好好奖励一下你吧 少涵想到了所有会发生的事 随后一阵恶心 色魔这时怒问少涵 为何身为独魔的弟子 却要杀害四大恶人 难道你想成为侠客 再将你师父杀死吗 少涵不想与这丝有口舌之争 这时窗外突然有人喊到色魔的名号 我们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 若你乖乖脱了裤子可以饶你一命 但是今晚你要好好伺候本大爷 少涵根本没想到他们会如此嘲弄色魔 而色魔此时已经充满了怒气 五个鼠辈居然敢如此嚣张 只见色魔猛然移动 酒杯顺势飞起 本是依靠在桌边的配件也被震到面前 色魔顺势往下一展 却被少涵轻易躲开 以速度著名的色魔下一秒消失在原地 只见场中激起一道红色闪光 面对如此惊人的速度 少涵只能单方面防御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破绽进行徽斩 但却被色魔那诡异的身法轻松规避 而故事酒杯倒地破锁 这足以证明刚才二人的较量速度之快 色魔此时也知道平力量不是对手 只有速度上自己才是优势 下一秒只能看见一抹红色身影 户外的三人看色魔跑不出来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 而色魔却一眼就锁定了目标 三人被这充满杀气的眼神看得发毛 下一秒一道剑气直冲而下 几人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以前的走马灯 剧烈的爆炸激起周围的烟尘 等烟雾散去才发现是少涵底下的剑气 没等几人反应少涵再次飞身出去 二人大喊感谢班主 而色魔却尖叫着打烂他的臀 听到这话二人无语地看向色魔 色魔看着紧追不舍的少涵也是嘲笑一番 就凭你这骆驼一般的轻功也敢挑衅 色魔此时看到前方聚集了一众平民 直接加速冲向这些平民想要少涵付出血的代价 可这些平民下一秒纷纷跪地 拉下木桶旁边的草 木头刹内尽动发出蓝色光 2024发子弹整齐地朝着色魔洗来 色魔意识到不对 只好接立一灯旁边的箭主 让自己往后倒飞出去 色魔此时准备掉头反跑 色魔的窗户之家一声大开 从里面射出无数的飙手 色魔的心里已经将少涵全家骂了一遍 只好使出千斤坠迅速落地 此时马蹄声踏步而来 只见绿帽红面敌男人骑马而来 一副戏枪的大喊色魔想了那命来 色魔一脸不可置信关羽 而关羽喊到无来为慈禧报仇 色魔杀内奸怀疑了自己的耳朵 羽臂便挥动四十米的青龙刀斩下 色魔勉强躲过这突来的攻击 并将青龙眼跃刀斩断 关羽剑宝刀折断瞬间爆合起来 恨不得活吞了色魔 色魔开始正是起来眼前的关羽 但关羽却骑着绝影急速从一旁跑 只听见戴暗温狐久在来 色魔正一头雾水时 一道木剑从远处飞来 色魔轻身一跳优雅地躲 但背后的冒凯却身受重伤 等色魔抬头望去 却发现黄中出现在屋顶 此时他的心里真的犹如万马奔腾 黄中拉东蓄力 下一秒一道凤鸣声窜出 气急的色魔想要直接斩杀这群精神病 随后挥出的剑气直冲黄中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剑气 轻易地就被绍涵山消散 黄中此时从背后掏出个带火龙果的剑 随后拉满弓剑带有哭腔地说着 终于可以为貂蝉报仇了 色魔仇视问绍涵 为何找这些疯子来折磨我 绍涵并未回到只是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下一秒火龙果剑以极其诡异的姿势冲来 只见剑如闪电一般冲来 在距离三米的时候轰然炸开 色魔挥出一掌想利用掌风击溃毒 但毒好似有意识一般全部堵开 以各种刁钻的角度钻入色魔的体内 色魔这一秒顿时感觉头皮如针扎一般 这毒里居然还含有麻药 就这样色魔完命地逃 绍涵拼命地追 在湖岸边的道场内发出阵阵唏嘘声 回首的头头说到少喊马上来大家准备好 等色魔来了的时候 大家用长枪偷袭 同时还要以复仇的名义喊出心爱女人的名字 这时色魔突然到来 头头大喊就是现在向她扔枪 身后的众人齐刷刷地投出标枪 但却被色魔借力逃走 头头强调要喊出女人名字 翠芬我要为你报仇 我为建国报仇 我为小芳报仇 头头很满意现在的形势 随后也要支出手中的标枪 但突然想起自己并未谈过恋爱 连和女人说过话都没有 想到自己的失败怒喊一声 我为隔壁张奶奶报仇 逃跑的色魔此时跳到树枝上 随后转头看向头头 而她看着色魔的眼神心头一颤 色魔恶狠地说你刚才说张奶奶 接着感叹这次怎么变得杀气灵感的 下一秒色魔转头冲向头头 建国也就算了 隔壁老奶奶也搬出来说 这分明是对自己的潮谋 色魔顺发出一道剑气 却没碰到头头时就产生了爆炸 等烟雾散去才发现是绍涵抵挡了此次攻击 绍涵此时意识到色魔的内心已经被张奶奶打乱 二人同时起步 下一秒色魔持剑劈下去被绍涵抵挡 而接下来的战斗只能看见两道光在水面上爆炸 短短的几秒内二人已经对战了上千回合 最终也是找到了个屋檐稍作休息 岸边此时汇集了所有人 绍涵表示你要继续逃跑他们便会一直追捕 只有与我正面交锋他们才会停手 色魔听到这缓步地往前走了紧 随后身上的气息陡然变幻 下一秒没等绍涵直接刺穿而来 要完了 绍涵被色魔一箭刺伤 倒准时机的色魔使出不死斩屁下 绍涵凝聚真气才勉强比 但这句却被巨大力道的震满 二人随后也是越打越快 肾上腺素直逼着双方的大脑 下一秒建筑的屋顶轰然倒塌 巨大的烟雾直接划分了战场 绍涵朝着色魔走去 嘴里说到四大恶人之一的妖魔就是死在这里 色魔却没把这话放到心上 还笑着说这又如何 绍涵静止地走到色魔对面 色魔此时带有吟笑地看向绍涵最脆弱的地方 绍涵掏出师父送的双月弯刀 色魔知道绍涵是毒魔的弟子 下一秒到飞出去保持安全距离 现在他已经怀疑绍涵要开始用毒了 逼或者自己已经中毒 绍涵将武器刀柄对齐 从双手逆方向拧动只听咔嚓一声 下一秒两把武器严丝合缝地合在一起 好似这把武器就应该是这样 随后武器周围凝聚出阵阵的毒烟 色魔意识到不妙 上一次见到满月的时候 还是他们四大恶人征排行的时候 可如今他培养出来的怪物居然 将武器合二为一 绍涵下一秒消失在原地 色魔寻找半天猛然听到头顶有动静 抬头望去才发现绍涵他已在十米的半空 绍涵利用下降的冲力 将手中武器陡然丢下 此时的满月在半空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感受到死亡的色魔也不惜所好兽人使用技术 无数的剑气凝聚成一条火龙直升天际 但刚接触满月时火龙瞬间消散 而满月的速度丝毫未减直冲而下 一秒只听一声惨叫彻天响地 最终引起巨大爆炸 远处的几人被余波弄得勉强战乱 等烟雾散去只见满月远远直察定面 这时绍涵才落地 弯腰捡起这一绑刀 一旁的二师妹感叹绍涵实力居然这等苦 手下们也是对绍涵抱起了敬畏之心 绍涵拧动武器发出咔哒一声随后一分为二 而被砍断手臂的色魔俨然倒地失去战斗力 在这一战中绍涵也是总结出不少的经验 在战斗中心理战尤为重要 而心理战的基本法则就是让对方产生恐惧 对任何人都要隐藏实力 最后的底牌只有自己知道才算是退役 如此以来才能走得更远变得更强 随后绍涵问到色魔 你们恶人中的老大狂魔在哪 但色魔此时已经身体发应 绍涵感叹这死的也太快了 下一秒朝着色魔释放内力 顿时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这一战暴露得太多 只有毁尸灭迹才好收手 绍涵猛然回头看向岸边的众人 众人都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 这群人也看到了我的绝技 也只好这么办 但最后还是理智战胜 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挚爱亲朋 众人看绍涵微微一笑才敢喘了一口大气 隔天绍涵带着三女回到了老家西黑路 二师妹感叹这里发生了好大的变化 绍涵也符合到我刚回来时也觉得十分陌生 随后问向师妹是否记得道坤 二师妹笑道难道他也在这里吗 绍涵领着三女来到了闲岳楼 二师妹回忆到以前建武班就是在这 随后思绪万千的男男到以前建武班的姐姐都去拿了 下一秒大门打开七八个人一窝风地涌了出来 绍涵顿时瞪大了双眼怎么会这么短 护法此时开心地向绍涵打招 绍涵看到护法一股亲切感由心而发 但是一旁的那些人全都是生面孔 而且哪来的这么多孩子 随后护法让绍涵赶紧进屋说是有惊喜给他 但没等绍涵进屋一个身着红衣的女人从屋内出来 这是一旁的男人开口让老婆赶紧去 女人随后快步地跑向绍涵 下一秒整个人直接扑到绍涵的怀眼